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我称赞你们,以你们凡事纪念我, 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 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 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 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 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 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 因为它是神的形象和荣耀。 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 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 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 应当在头上又服权柄的记号。 然而照主的安排, 女也不是无男, 男也不是无女。 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 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 但万有都是出乎神。 你们自己审查, 女人祷告神, 不蒙着头是何疑的吗? 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 便是他的羞辱吗? 但女人有长头发, 乃是他的荣耀, 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 若有人想要辩驳, 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 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 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 不是称赞你们, 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 乃是招损。 第一, 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 彼此分门别类, 我也稍微地信这话。 在你们中间, 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 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 你们聚会的时候, 算不得吃主的晚餐, 因为吃的时候, 个人先吃自己的饭, 甚至这个饥饿, 那个酒醉。 你们要吃喝, 难道没有家吗? 还是藐视神的教会, 将那没有的羞愧呢? 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 可因此称赞你们吗? 我不称赞。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掰开, 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 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信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所以, 无论和人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 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醒茶,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因此, 在你们中间, 有好些软弱的, 与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 我们受审的时候, 乃是被主惩治, 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顶罪。 所以, 我弟兄们, 你们聚会吃的时候, 要彼此等待。 若有人饥饿, 可以在家里先吃, 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 其余的事, 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因为你终于受审判了。 我跟他人一对教练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